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要从理性的数据分析香港的楼市 很多人在分析楼市的时候都会将感性的情绪放到分析里面 例如有些人会说香港楼价负担指数和负指数爆灯了 所以应该要跌了 有些人会说楼价上升对香港经济不太好 或者甚至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没有楼 或者自己有楼而影响到自己的分析 甚至有些人会说他最真是香港的地产法权 当然如果你将你的情绪放在分析里面 那时都会带来一个不差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一个理性的数据去分析香港的楼市 我们会看四个角度 第一我们会看楼市参与者收入的变化 房屋供应真实的情况 香港货币供应量 以及其他投资产品的回报率 首先我们会看楼市参与者的收入的变化 第一件事我们要搞清楚一个经济行的基本概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只有市场上高的参与者 即是正在进行或者将会进行买卖楼宇的人 他们的看法 才会影响到市场的价格 至于其他一些不会参与市场买卖的唐编 虽然有时的声音距离很大的 但由于他根本没有参与市场的买卖 所以其实他们未必会影响到市场的价格 所以如果我们要准确这样去分析楼市的话 就应该只是考虑 市场上高参与者的负担能力 大约是香港三成的人口左右 就不是全部的100% 很多分析员都会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 例如他们可能会说 香港楼价痛苦指数太高 平均的人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到楼 或者他们会说过去十几年 香港的人工都没有升 但楼价就升了几倍 所以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 香港的楼市一定是泡沫 一定要跌 当然在这个分析里面 中间可能存在了一些不差 其实如果我们要分析的话 应该只是看回 市场参与者的一些负担能力 大约是香港较富有三成的人口 而不是全部的100% 那究竟香港人的收入 在过去十几年有没有升到呢 担干是有的 但就不是全部的人 我们看回统计局的数据 如果你看回由1999年的第一季 但是到了今天的收入 差不多17年里面 其实如果名义薪金指数升了很少 只是只有39% 扣除了通胀之后的实质 更加升了13% 当然如果你说差不多17年 才升了那么少 当然是支撑不到香港的楼价 现在香港的劳动人口 大约有378万左右 在这378万里面 我们可以分成两半 一半比较富裕的 他们是交税的人口 平均他们每年的收入 有大约50万左右 而另外一半 就只低过199万 他们年收入 是低过12万 当然如果你看回 大约199万的人里面 在过去20年 他们的收入 差不多接近没什么上升 而对于这班的人 如果你说他们单凭收入 没有其他资产 或者其他原因 要买楼当然是非常困难 但如果你看回要交税的人口 还有特别是交税比较多的 头100万的人 占全香港人口的三成左右 他们的楼价的负担能力 就没有另外的 70%的人 那么辛苦 那为了要看回香港人的 新金变化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型的统计 我们用了税税的资料 看回全部的人 他们在过去15年的新金的变化 我们将他们的新金 排了个次序 人工最高的人排在第1位 然后其次的第2第3第4 这样排了 在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看到 头的第1 至第1万 他们在过去15年人工的升幅 差不多升了三倍 由2001年的377万 去到06年的489万 2011年的761万 去到1年984万 是不停地上升的 至于第2个群组里面 人工最高的第100001人 至到5万 他们的人工都差不多升了一倍 有129万 升到256万 再往下的群组 人工越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人工的升幅 亦都相对越低 如果在香港 但是你想买房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估计 每月 人工有30万 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可能1万多元要供楼 剩1万多元来吃饭 搭车 就是这样 那究竟 在香港里面有300元以上收入的住户 人数有多少 我们看回在2011年的第1季的时候 大约是757,000人左右 在5年之内 升到109万 5年之间 在收入比较高的住户 他们 拖了300元 升了33.9万户 升幅其实都很大 有44.8% 所以在这里 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其实香港如果你说平均 你看回 门平均数 或者是中位数 人工的升幅 都不是很高 但是对于收入 越高的一群 他们的人工的升幅 就越大 而他们的 薪金上升的速度快 是可以支撑到 香港楼价 近年的升幅 但是你说对于一些 人工比较低 可能是 例如80后 他们工作大约8-10年左右 他们不移的时候 人工可能 只有1万元左右 每年人工的升幅 其实都是只有2-5% 到今天 都未必超过2万元 对于 他们来说 当然 楼价是严重超出一个 可负担的 水平 而他们的对楼市 当然充满了很多 抱怨和愤怒 但是在巢的现实里面 由于他们 不是市场上的 参与者 所以 他们的愤怒 也都未必 影响到香港的楼价 参与